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乌克兰首都基辅 今天陷入空前的紧张 基辅上空母弹发布飞航警报 即美国大使馆紧急关闭之后 意大利西班牙跟希腊也跟进关闭 驻基辅的大使馆 俄罗斯境内贝尔戈罗德传出爆炸声响 疑似遭乌克兰五人机袭击 不过同一时间 我们只是听说 Kiev has fired 美国把美国强远达到俄罗斯 乌克兰也终于无后顾之忧 首度朝俄国布梁斯克发射长城的 Atakams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打击俄国境内目标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原乌武器射程慢慢增加 从一开始射程40公里的M777榴弹炮 到约80公里的海马斯多冠火箭 尽管4月乌军就获得射程300公里的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却在使用上受限 最远只能拿来打被占领的克里尼亚地区 拜登放行后代表地图上 这些俄国领土都在打击范围 若加上英国提供射程250公里的 暴风之影巡异飞弹 将更能有效守护乌克兰东北部 因为可先行破坏俄军的弹药库 或军事基地 美国虽然凶绑长城武器限制 却也担心遭到报复攻击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0号突然发出紧急关闭通知 表示可能有重大空袭发生 因为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钦 才签署法令降低动用核武门槛 甚至在冰天雪地中 推出能用来抵御核爆冲击波 和辐射攻击的KUBM 移动式防空避难所 俄军也开始量产 是否为爆发核战先做准备 留下想象空间 西方国家谴责俄罗斯行为 但表示没观察到有动用核武的迹象 瑞典前总理则是语代讽刺 解读普钦心理 敏感时间北欧波罗地海 又有两条海底电缆 被切断 一个在芬兰和德国之间 一个在立陶宛和瑞典之间 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北欧国家 积极调查当中 今年才正式加入北欧的瑞典 也不得不提高警觉 开始发放上百万本民防手册 告知民众假使爆发战争该如何应应 乌克兰虽然还无法加入北欧 但获得更多北欧国家的帮忙 丹麦证实以交付6架F-16战机给乌克兰 英国也协助训练超过5万名乌克兰士兵 至于俄罗斯人如今谈起战争 越来越多人表态 希望透过谈判方式结束战争 至于被问到普京会不会动用核武 民众大多认为可能性不高 因为一旦使用西方国家都会一起对抗 俄罗斯将面临全盘皆输的局面 点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陆军特战部队战力精良 机动性高是国军防卫作战中重要的活旗 而其中概念类似美军特战分遣队的六人小组 这类任务编组更是渗透破坏敌军的必需手段 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紧接派出 教官已经下达情境提示 特战六人小组开始行动 使兵不实弹 限制空间战斗缩短距离演练 狙击手在外围隐蔽警戒 让队友得以挺进目标区 破门之后部队突入 前方朗道状况不明 特战官兵靠手势或肢体语言 按指令掩护前行 刚刚做的示范就是要做肃清 我们就是要把敌人肃清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在前面我们就会把它设定好 我们在渗透阶段 在作战阶段 在目标区撤离阶段 这个三个阶段 谁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按捷 再来 不过 无论规划再怎么周延 战场上的下一秒 总是难以预料 每一位身怀的人员都是战力 同袍尽速完成战伤救护之后 撤往空降场 协调陆航直升机即刻驰援 藉由激动精锐的小兵力编组 敌前侦查 敌后破坏 这才是特战部队价值所在 其实除了骁勇善战 特战部队属性 更像是战场指挥官的眼睛 透过六人小组 或是分潜队的编制 执行侦查渗透以及火力引导 替主战部队创造作战的有力态势 那例如前进观测 从身上的装备不难理解 小组成员各司其职 前进管制官是团队核心 不仅担负指挥角色 协调空中火力支援非他不可 副手前进观测官是地面主战部队的沟通窗口 更需要具备无人机的使用能力 通信顾名思义 维持部队通联畅通和行动导向手 身兼驾驶的爆破手 则是小组火力担当 负责破坏和排除障碍 而狙击手用于狙杀敌方的高价值目标 和掩护团队 救护士就是小组不可或缺的生还希望 事实上六人编组只是最小的运动 通常会以一倍以上的分遣队或是驱队 视不同任务需求调整专业人力 需要多聚集的话 那我们就会调坏其他的聚集手 其他的职务可能没办法担任 因为如果你不聚专场 你去担任的话 你可能没办法去执行这个任务 基本上我们都会以维持原样为原则 因为平才在练习的时候 他就是以默契搭配 外界普遍认为 美军特战分遣队的运用概念 更加深化于国军部队 是基于台美军事交流 近年更取常态 其实你如果说 正认真研究过 美军相关的准则跟纪定的话 其实他们并没有 这个六项核心职能的概念 这完全是国军虚衡 台海的联合防卫作战 尤其特战部队的功能角色 我们所定义出来的 所以这六项核心职能的概念 经过多次的台美军事合作交流 尤其在特战部队方面 都验证实为可行 而且美方也非常肯定 乃至于去年 陆军进一步要求 辖下其他部队 向特纸部取经 扩大观念应用 重点其实并非全军特战化 其实在联兵里对抗的时候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 最具体的实例 就是我们以六个人的一个小组 首先他以狙击跟爆破的手段 瘫痪敌军的交通线 还有瘫痪敌军的防空火网 那么接下来就是引导 F-16的空中攻击 还有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的 对地的攻击 然后成功的瘫痪敌人到炮兵阵地 那即使我们一般的地面部队 包含机部部队 装甲部队 如果它具有这六项核心智能 那么我相信它也能够适应 联合防卫作战的需求 因应现代战争趋势 调整思维和训练 如果能激荡出更有效的防卫手段 就是价值所在 TVBS新闻 新闻翔一日辅 桃园报导 川普已经表态 他上任后的第一天 就会宣布紧急状态 要大动作的遣返非法移民 CNN前往亚利桑那的边境 就发现有南美移民 想趁着川普上台前 翻墙偷渡美国 还有墨西哥独销 推出限量偷渡 选前在亚利桑那州造势时 川普就开支票 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遣返大量非法移民 他也最新证实上任后 会颁布紧急状态落实证件 只不过这会不会 反而让状况更糟 CNN记者到了 亚利桑那州的过境点直击 不但有非法移民想要翻墙 而且全部都卡在这几个月 要趁川普上台前闯关美国 就算边境警力家人都没用 非法移民问题 郭曼在与川普长子对谈时 展现对边境控管的野心 他一贯的立场 就是倾向无差别前犯 坚持驱赶非法移民 就能解决美国治安犯罪问题 这样的论点是很多川粉投给川普的关键 尤其是在今年二月份 美国一名女大生雷肯莱利之死 更成为移民问题的拔河战场 川普每次必定提到的雷肯莱利 是一名年仅22岁的女大生 她在到乔治亚大学城跑途中 疑似遭到一名26岁为内瑞拉来的 非法移民伊巴拉谋杀致死 从曝光的监视器画面中就能看到 伊巴拉从当天清晨不到八点钟 就在学校建筑附近鬼鬼祟祟偷窥女生 之后她移动的方向 就刚好是莱利跑步的路径 而且当警方追查到伊巴拉住处时 发现她手上有不明抓痕 疑似就是被害人生前挣扎时所留下的 目前这起案件还在审理中 伊巴拉更被发现早有前科 一是非法越境 二是曾在纽约被指控 试图伤害未成年人 他的案件更让川普错误犯指 非法移民等同犯罪的逻辑 不断病毒式传播 甚至在印第安那州 还有民众发现印有3K党标志的传单 威胁要逼走移民 不止一个人在同一个社区的家门前 捡到威胁移民 要在川普遣返前自己离开的传单 但是如果川普真的对移民下重手 可能会让美国缺工潮更严重 像在缅因州就发现移民事实上 还为当地一座小镇创造超过200个就业机会 随着川普回国倒数 可能会让移民的身份焦虑 跟着飙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第一只视频